西条四方竹 西条山上有个四边村 村边有个四方竹园 生长着许多四方竹 这种竹猪形矮小 竹群墨绿 竹进圆中略方 横面切开成正方形 是西条山的特产 若问四方竹是怎样来的呢 当地有个传说 很久以前 西条山上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 他俩对歌传情 密病终身 可是姑娘家似乎视力人家 掀起兰家太穷 靠打财过日子 兰子到女家求婚时 姑娘的母亲 竟挡住门口唱道 不是花仙 莫行街 不是立府莫砍财 除非山中天地变 竹子成方 宿女来 那个男子是个艰辛的人 他听了便下决心 要叫竹子变方 他在自己的草棚下 栽了一颗竹子 早晚用力在竹竿上下捏一会儿 捏啊捏的 捏了一年 竹竿的下节变方了 但上节还是圆的 捏啊捏的 变了两年 竹竿的上节变方了 但下节又恢复了原形 这时姑娘的母亲就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官家 在花车过门的途中 那姑娘便在教里自尽了 男子听说以后一气之下 拔起棚下的竹竹 带着他进佛寺当和尚去了 这个男子当了和尚以后 天天在禅堂炼金 天天仍旧捏着眼下的那颗竹子 金书念了十回百回千回 竹竿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终于一颗方形的竹子在香烟尿绕中出现了 夜行细长 甘似墨绿 后来从旁长出的新竹也是方的 和尚便穿上整齐的袈裟 虔诚地把方竹子从禅堂前移栽到那姑娘的坟上 不久方竹子在坟地里繁殖开来了 长满了泼泼泞泞 从此西条山上有这么一种习惯 男子向女子求婚 得在女方的家门前栽下一只四帮主 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